等等 上面那个重新预测一下 我做人比较谦虚 低调 问马呢 这肯定意思大赢啊 说马呢 不对 又说错了 RWX对阵到Tobo的话 我个人觉得RWX会赢 虽然说RWX近期状态 包括BB上面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纰漏 但是Tobo的状态实在是不是很理想 包括我们一直讨论到的迷神一代四 我觉得不单看迷神和杜杰的话 我觉得就是他们一个组绘上面的问题 需要改善一下 我觉得这两个队伍都是一个 就是得要有个主心的 就是一个打法思路 去稳定一下他们一些前中期的优势 而我们能够做到前中期优势的 那就只有中野斧的联动 然后前面的一些细节处理好 OK 前期有优势 那么BM5自然就舒服了 也不能这么说 主要是正面的四个人没法给迷神去 拖足够多的时间 或者是说 Tobo的五个人 没有人可以去帮助迷神度过前期 这是Tobo现在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对外一直在讨论的迷神这个点 他们就是可以完全去借鉴 2W侠怎么去帮助杜劫度过前期的一个劣势 我觉得其实2W侠就是对于Tobo来说是一个教科书 怎么去帮助杜劫前期过度 或者说怎么把杜劫发挥到最大 这样的点是我觉得迷神现在跟杜劫差的 迷神个人能力是很强 但是他没有办法发挥到百分百 但是在2W侠的杜劫它是可以发挥到百分百甚至是120%的 我觉得实力上面两个边路打法都挺凶的 然后个人实力不错 团队帮助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得从他们其他几个位置上的需求来看 我觉得RW侠打Tobo的话应该会一个3比1吧 我觉得E-Star Pro对战Hell久经的话 我还是支持E-Star的 别问啊 问就是E-Star 因为虽然看起来两个队伍都是属于一个连胜没有输过嘛 因为Hell是属于整个五个人都轮换了嘛 可能在赛场上面的经验 各种没有E-Star做得好 就包括上一场比赛E-Star Pro跟QG Happy的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E-Star Pro在前期的布局 包括他们中期游戏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其实E-Star有个细节是现在很多队伍达不到的 就是他们在于逆风的时候E-Star敢更放得开 他们的取舍做的是很多队伍现在不敢去做的事情 E-Star Pro非常喜欢拿前期阵容 如果T-RW久经去前期守下来E-Star的攻势 拖到他们阵容强制期发力的时候是极大可能翻盘的 但是E-Star Pro这个赛季给我们表现的是 他们在于拿到一个纯前期阵容 他们还能在游戏15到18分钟终结掉比赛 这是他们的一个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开团 包括个人细节做的非常好的点 能看到的到 KID即使在就是自己一直在赢 但是也会很谦虚 他觉得队伍还是需要就是有很多问题 还是需要可能觉得自己比赛输了 然后让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的问题 在一个队伍状态特别好的时候 针对谁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这是五个人游戏 当你针对到一个人的时候 其他四个人会站出来 就只要他们现在是稳加稳打一步一步来 其实我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是没有任何一个队伍可以打败他们的 如果有一个队伍去打败他们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E-Star Pro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另一个队伍太强 我觉得Hill 酒精在和E-Star对决当中 如果要做好的话 我觉得应该打出他们自己的东西 就是凶 就是一个逆风要敢打敢找机会嘛 然后顺风的话一定要压制力足够 不能给E-Star一点机会 我觉得他们不用想太多 就是一个字干就完了 这四个字 差不多 我觉得吧 Hill 酒精一分都拿不到 挺难的 我放下来 去吧 我们下来 去吧 我们下来 了